好,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是 跨境财富新南海市场 要让你的金融保险事业更上成楼 那今天主要谈的分了四个章节 第一个我们要谈到的是 台湾保险业的现状跟挑战 以及香港保单到底有怎么样的优势 它又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商机 那目前的香港保单的市场 它的现状是怎么样 以及我们所提供的平台 它又有哪些的优势 最后那当然就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好,那首先我们知道 台湾的受险业的发展 到这几年以来 真的是比较饱和 从受险业登陆的业务员人数来看 就知道 大致上是持平 或者是稍微略为减少的这个状况 那在保金公司的部分呢 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成长 就整个保险业的从业人数呢 基本上呢可能有一点点微幅的波动 或者稍微减少一点点 但是呢在保险代理人方面呢 是比较大量的流失 然后人呢跑到保金公司里面去 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呢很可能是客户呢 比较接受也比较喜欢 保险经济公司的这种服务的模式 因为毕竟呢他一次能够提供多家保险公司 不同的产品来给客户做选择 那应该是客户呢也比较喜欢这样 业务人员呢也比较喜欢这样的一种服务的模式 好 那从这个受险业的新契约宝费的收入趋势来看呢 我们就知道呢 台湾受险业的整个的发展到现在 的确是存在了某一定的瓶颈啊 就在去年来讲的话呢 这个新契约宝费收入呢 是来到17年的新低点啊 基本上是没办法收到7000亿啊 就整个来讲是往下走的这个状况啊 好 那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呢 让新契约宝费收入呢 没办法继续再成长呢 第一个 保险公司的宣告利率啊 相对于美国的升息啊 就算现在它在降息啊 其实呢 保险公司提供的这种宣告利率呢 还是非常没有竞争力的 太过于保守啊 给客户的实在太少啊 那钱啊都是很聪明的 它就会跑掉 因为在这边获利实在是太差了嘛 那另外呢 就算呢 客户买的是自负盈亏的这种投资型保单啊 其实呢 金管会对于投资标的选择啊 拨回的机制啊 加持回馈等等呢 金管会管的真的太多了 所以说呢 在顾问啊 业务人员这边呢 他也比较不好发挥 客户来讲啊 他觉得 我干嘛 要做投资 我其他游道可以做啊 其他平台都可以做啊 我为什么非得买投资型保单不可 没有什么意义嘛 所以这时候呢 他那种诱因呢 比较少 所以这个也是 宝贝没办法大幅成长的一个原因之一啊 那更严重的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 尤其在国税局提出来 实质税原则啊 以及啊 法院呢 出来各种的判例啊 都强制执行啊 所以在台湾的保单的 避债或者是避税的功能呢 基本上是完全上市的 等于没有了 所以这时候呢 有钱人啊 这种比较高资产的这些人呢 他的这个需求照顾不到 那所以说呢 整个来讲 宝贝当然是没办法再继续成长 好 那么讲到香港 不知道你对过去的香港 以及现在香港有怎么样的一个印象啊 在过去啊 车水马龙的啊 好吃好喝好玩 好买 买东西啊 东西比较便宜 很多的精品 很多的生食品 很多的包括这个 苹果的产品在那边都 相对于台湾都比较便宜 对不对 所以呢 台湾人也蛮喜欢去那边 吃吃喝喝买买买 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 好 那当然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啊 事实上 这个香港呢 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啊 那当然我这边呢 PPT还没有改啊 事实上 就在这两天呢 呃 一份新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啊 香港呢 重新回到第三位 因为在过往来讲呢 香港基本上要码第二要码第三 结果呢 呃 因为这几年 因为疫情 因为很多的政治经济的因素关系啊 导致于香港的整个排名呢 往后掉啊 掉到第四名 被新加坡给赶过去了啊 结果呢 在最新一次的调查报告当中呢 香港回到第三名啊 终于又把新加坡给干掉了 OK 好 那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 对台湾 以及对全球的华人啊 有怎么样的一个吸引力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 关键就是 语言沟通方便啊 很多误以为呢 啊 这个境外保单 像英文 他都是写英文的 No 不是的 香港保单呢 有中文有英文 可供选择 香港那个地方呢 中文英文都是官方语言 它是双官方语言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点 你在世界上其他的金融中心 纽约啊 伦敦啊 新加坡啊 它的主要语言 官方语言都是英文 只有香港是中文跟英文 双官方语言 这一点不一样啊 那这种产品真的是 非常多元化 各种你听过 你没听过 一大堆 非常非常多 那尤其最近这几年的话呢 他们对于加密货币啊 这种虚拟的金融产品呢 也非常的 走在时代的尖端啊 所以说 这方面呢 它的创新也比较多 不像台湾的金管会 也非常的保守啊 对 看到什么都很害怕 都很害怕 出事情 出风险啊 然后它必须担责任啊 它都是非常的害怕的啊 好 那这个保险产品呢 因为事实上 呃 客户的钱交给保险公司啊 香港的保险公司 收到客户的钱之后 事实上是投资到全世界去的 它不是 投资在香港 香港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它主要是投资到全世界 其他地方的这个债券啊 股票 或者少量的一点点房地产 这一类的啊 所以它可以做出来的 这个投资收益呢 就很明显高于台湾 高于中国内地的 类似的产品啊 是这样 那另外呢 它的这个 呃 金融业务整合创新能力也很强 这个后面 我会举一个实际的案例 来跟大家说明啊 好 那在2017年 或者18年之后啊 香港的股市啊 这个蓝色的线呢 就恒生指数 那最近这两天 有稍微再展一下 一个很强烈的反弹啊 不过那真的只是反弹而已 不要太在意哦 红色这条线呢 是房地产的这个价格指数啊 你看都是一路往下比了 都非常非常的惨 对不对 好 但是事实上呢 就在 呃 疫情这当中的几年啊 香港的保险 还有信托 还有家族办公室的业务呢 事实上是蓬勃的发展 香港那边做生意的思维不一样 哦 他想要做哪一个行业的时候呢 不是对那个行业磕税 是对那个行业怎么样 免税啊 把他免除一些相关的税务啊 好 那你这边看到 哎 这个呢 是香港政府的网站哦 他们这对于这个 Family Office呢 特别的 呃 有一个单位呢 去呃 承办这样的一个业务主管 这项的业务啊 那这边你看到 香港家族办公室 税务宽减条例 啊 已经在2023年的5月19日生效 哎呀 所以说呢 这个 真的那个思维是不一样 那这时候呢 呃 全世界各地的有钱人 就会比较积极的考虑呢 是不是要把他家族里面的这个 钱都弄到香港的地方 去设立一个家族办公室 来做相对的一个资产的管理哦 嗯 这个呢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吸金的 多吸金啊 多厉害呢 就在这么几年的时间呢 总共成立了2700家家族办公室啊 整个中 资产管理规模 总共是超过31万亿 也就是31兆啊 港币 这吓死人了啊 那另外呢 有12500名以上的超高净值人士 都是在那个地方做投资啊 哎呀 这个台湾呢 也是在讲这个信托也在做 推广家族办公室 但是最基本的就是台湾有这个 遗产税有赠予税嘛 那在这个税这个方面呢 放不开的话呢 有钱人不会进来的 你拜托啊 遗产税 这里税动动就几十%了 10%20%再算的话 你说他哪里划算啊 是不是 OK 那另外呢 在金融行业来讲 银行证券保险 保险是三大支柱之一 对不对 那你看到 2017年一直到 这个2023年的香港的新契约 保费收入 你看 哎 基本上虽然说有发生疫情 基本上还是相对比较平稳 对不对 这边是1500亿 你看是不是只有两年 疫情当中两年 是掉到1300多亿 其他时候呢 还是维持在1500亿以上 而且 在2023年的时候呢 1810亿 是创下这个历史的新高 这个点呢 是突破了之前疫情前 2019年1727亿的这个高点突破了 好 那甚至呢 到今年的上半年 2024上半年 1159亿 天哪 这个又比去年更多 比去年上半年同期的这个新契约保费收入 还要更高 所以看起来 2024年的整年呢 应该又要创下历史的新高 我想呢 这个数字是会讲话的 钱呢 比人还要聪明 还要老实 这个数据就反映出来 香港保险呢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否则这些钱不会跑到那个地方去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呢 仔细来研究一下 这个相关的保单 那因为保险呢 光只是这个人身保险的部分 我们知道有很多不一样的保单 对不对 好 那在投资的部分呢 因为台湾这边的投资平台很多 管道很多了 那这种自选标的自负盈亏了 我们就不讨论 你没有必要跑到香港去买那边的投资型保单 完全没有必要 对不对 好 那另外呢 在保障跟储蓄方面呢 这两个功能 香港保单其实都赢过台湾保单 赢得非常非常的多 那到底怎么赢呢 后面呢 我们会详细的再讲 好 这边讲一下呢 香港跟台湾保单的主要差异 到底在哪边呢 第一点当然就是保费便宜保而告 对不对 今天如果说香港保单比台湾更贵 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没什么好讨论啊 一点意思都没有 对不对 好 那第二点呢 他免体检额度高很多 然后包括小朋友 未成年的可保额度呢 相对也是比较高 那可保年龄的话呢 台湾呢 最小大概就是 反正刚出生完 你抱的户口马上就可以买 是不是 但是 香港保单里面呢 很夸张的 夸张到不夸张呢 胎儿可以买 孕妇啊 他在怀孕之后 怀孕期间 可以买一张保单 保他肚子里面的胎儿 万一不幸生下胎儿呢 有若干的先天性疾病的时候 这个马上就可以理赔 天哪 这个是不是很厉害 目前的台湾保单呢 我问过 目前是没有这样的 一个保障内容 他是做不到的啊 好 收益好流动新高 后面我再详细说明啊 还有就是说 这几年啊 香港保单呢 结合了很多信托 或者类似信托的这种功能 功能非常强大 而且最终还免费 哎呀 这个很重要啊 很多台湾的有钱人呢 你跟他讲信托 听听就觉得 哎 这个信托不错啊 的确很好啊 一讲到要收费 他就不干了 他就不要 有钱人很会计较的啊 好 那第七点呢 这个税务跟司法 其实上他是独立的 两岸三地 总共有三套不一样的 这个司法制度 跟税务的制度 是三套 两岸三地 总共有三套 这完全不一样 各自独立啊 这个部分呢 真的是各自独立 完全不一样啊 纵然呢 这个香港 已经回归中国很久了 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 独立的一套司法 跟税务系统 是完全不一样 好 我们详细的比较一下 香港保单 保费便宜 保额到底多便宜 多高啊 来看一下 男性不吸烟 健康标准体 25年期定期受险 100万保额 30岁 40岁 50岁 分别是怎么样的费率呢 哎 看一下 台湾的远雄人寿 跟香港的综艺人寿 哎 一比之下 发现 40岁跟50岁的部分呢 哎 香港比较便宜 对不对 哎 但是这个 怎么30岁部分 是台湾比较便宜呢 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是这样 好 主要是呢 其实呢 香港跟台湾的费率差太多了 我为了呢 让这个数字看起来 不要差太多 所以我特别找来的是什么 台湾的这个定期受险是消费型的 就是时间到了被保险仍然存活到保单就消费掉 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就这样子哦 但是呢 我给你看的这个香港保单的这个倍率呢 是环本型的 也就是说25年满期被保险仍然健在的话呢 这时候呢 把过去所缴25年的宝费呢 拿回去再加3%给你 哎呀 你会不会觉得这差非常多 这真的差太多了 对不对 香港保单 真的是便宜啊 真的保额是高啊 好 第二个呢 免体检额度高啊 可保额非常的高 50岁以下几乎可以买到140万美金的是多少啊 天哪 4000多万的台币 你知道吗 台湾哪里做得到啊 台湾能够给这么高的免体检额度吗 台湾的做不到 真的是做不到 从来没听说过 不可能啊 好 可保的年龄范围大 我刚刚讲过啊 甚至呢 有一些嫌种可以做到80岁 85岁的都有啊 都可以做到啊 那你要知道这个平均寿命也才80岁上下而已 对不对 OK 好 那另外呢 因为我们讨论的这个拿定期嫌直接出来讨论啊 所以说呢 定期嫌呢 是可以提供啊 就是快要到期之前或到期之后的这个60天之内 然后呢 你可以不需要再提供可保证明 就不用再做身体检查了 你可以直接呢 去改 买另外一个人寿产品 因为那时候也许身体已经不好了 对不对 你再去体检 体检不过关 那不需要 不用 你如果希望呢 保障能够延续下去的话呢 你就选择另外一款当时有在卖的产品 然后呢 另外交钱 但是你就不用做体检了 直接可以给你买 就是这样 另外呢 一些可保的权益啊 就是说 包括结婚周年 记忆天日啊 小孩子出生啊 等等的 好 你有更高的这个家庭责任的时候 人生进入不同的阶段 有更高的受险的需求的时候 你不需要提供可保证明 就万一身体状况不好了 一样可以再加保 哎呀 这个是挺好 非常的人性 对不对 好 那当然最重要了 台湾人其实去买香港保单 最主要还是要买储蓄 就是他的那种保单的 复利增值的效果 真的是比较好 到底有多好 怎么一个好法呢 事实上还是有分的 台湾保单跟香港保单呢 如果在十年之内 基本上是香港保单会比较好 如果说你这个钱呢 是十年之内拿回来的话呢 其实可能台湾的可能比较好 那你要是超过这个十年以上呢 基本上呢 港单应该都会赢 只要超过十年 港单基本上都会赢 那你要是时间三十年以上 两边的差距就会变得非常大 那我们就直接拿 台湾富邦跟香港富邦 同类型的产品去做一些比较 那因为这个数字密密麻麻的 我就帮你整理出来的 这个比较有深的 亮的这个黄色的部分 就是胜出的部分 那你们看到 香港保单 香港的这个富邦呢 基本上在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的部分呢 应该像这个是五年 五年之后 好 就时间当到后面一点点之后呢 香港的产品就是会赢 那为什么一样是富邦 那台湾富邦跟香港富邦 为什么差别有这么大呢 哎呀你要知道 这个两家不同的公司呢 事实上是接受不同的法律在管辖 就是说他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他该遵守什么 什么法律规章 台湾跟香港当然是两套啊 完全不一样啊 所以台湾富邦跟香港富邦 两边的产品差很多 就是这样来的嘛 好那这个 香港保单呢 流动性很高 因为 照道理来讲啦 保险公司为什么能够提供的这个收益 比银行更高那么一点点 这为什么 因为保险公司跟银行比起来 你要牺牲更多的流动性 你钱一缴进去的话呢 短时间之间要解约啊 是拿不到钱了 是不是 你拿不到钱啊 那你会亏钱了 你会亏钱啊 像这张单来讲呢 两年总缴10万块美金 对不对 那你你到第二年度末之后呢 要把钱领回来 你只能领 包括把非保证值算进去 你也只能领回五万啊 是不是 所以你是牺牲了比较多的 这个流动性去换取到 比较高的报酬率啊 但是呢 如果说你真的要用钱的话呢 这个香港保单最近这几年 他改了这个相关的设计啊 就是说 让这个短时间之内 就保单生效之后呢 三年以上这个部分呢 他加强了他的流动性 就是说你不要全部提领 因为你全部提领 你就会亏很多钱 对不对 那你这个提领一小部分 是OK的 是OK的 这流动性是非常高的 你看 这个呢 第一年交五万 第二年也交五万 两年呢 就缴了十万块钱 然后呢 这个第三年度末开始呢 每年提取终交保费的六年五% 就六千五百块 一直领 一直领 对不对 这个流动性你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说你这个钱呢 是拿来投资要作为财务自由 要作为退休之用的 你可不可以接受 放个两三年嘛 你不要说一放进去 每一年马上就开始领钱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投资收益比较不好做 对不对 你至少放三年以上的时间 交两年 存三年 然后之后呢 每年领个六年五% 这个是OK的 做得到 或者是说呢 你分五年 每年存两万 然后分五年存 总存了十万块 对不对 然后第八年度末之后 就存八年 存 放了八年的时间 之后呢 开始每领 可以领多少 每年领百分之八 总交保费的百分之八 这个流动性来讲 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如果说呢 要作为退休之用呢 的确是可以考虑的工具之一 好 那更重要的是说呢 有很多问说 哎呀 那Tony 问题是你说的这东西 好像很大的一部分 是非保证值 对不对 这张保单 真正他保证的部分 一定可以给的部分 其实不是很高的 关键在非保证值 那他非保证的部分 万一他做不到 万一他是零 那你也没办法 把他怎么样啊 在法律上来讲 保险公司本来就跟你讲 是非保证值 哪怕甚至这个数字 本来说要给你五千块 先我给你零 那保险公司 也没有什么法律责任啊 对 的确是这样 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对消费者是不是很不公平 在卖保单的时候呢 就很会吹牛 然后呢 过了几年之后 哎 要看看这个支票 能不能兑现的时候呢 发现了哎呀 胡说八道 跟渣男一样 都乱骗人 是不是 满口承诺 结果什么都没有 OK 好 那这次我们要关注一个数字 叫什么数字呢 就是 红利 分红的一个旅行比例 或者实践的实践率有多高啊 就是说 比如说呢 你买这张 保单的时候呢 建议书里面 他跟你讲 第六年开始 我非保证值 我要给你一万块 他说 要给你一万块 那结果呢 你 你 时间到了之后 你拿到八千块 那这个达成率 就是百分之八十 他如果跟你说呢 他给你一万块 他真的就给你一万块 这个达成率是百分之百 那是不是就很OK 所以呢 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这个 非保证的分红的实践率 就是说 能够达成的可能性 到底有多高 虽然说 我们都一再说啦 过去的绩效 不代表未来 过去的学生呢 经常考满分 不代表他这一次考试 就一定可以考满分 没有一定 但是 好学生 经常是好学生 经常考满分 他就是会经常考满分 这个基本上呢 还是可供 做一个参考之用嘛 对不对 不讲 不守信用的控制 就是不守信用 他比较注重他的信誉 就很注重 好 所以呢 香港的保监局呢 就强迫 规定 各家保险公司 一定要在他官方网站上面呢 要定期的公开 他过往的分红时间率是多少 甚至呢 在这个香港保监局的网站上面呢 就有一张网页 专门呢 把这个各家保险公司 他的官网里面 披露 这个分红时间率的 这个网址 都链接 都把它做上去了 每年 他每年 保监局是要求 每年至少更新一次了 那更新的时间呢 保险公司自己决定了 好 那所以说呢 你可以很轻易的 在香港保监局的网站上面呢 可以看得到 各家保险公司 他的分红时间率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台湾的富邦跟香港富邦去比较的话 其实呢 各种的功能跟规格或者保单特色 这一点来讲呢 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举例啊 保费假期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呢 你买一张五年期的 这个缴费的保单 结果你缴了三年之后呢 第四年发现糟糕 经济困难了 财务发生困难了 怎么办 缴不出来了 怎么办 好 你如果是在发生在台湾那怎么办 没办法怎么办呢 如果说你之前呢 这个现金价值还够 那这时候呢 这个叫保单 保费的一个电缴 就是说保险公司呢 会自动的 把你从原有的保单里面 现金价值 借钱出来 缴你第四年的保费 这是一种做法 那或者你没办法 你就至少暂时给他放着了 是不是 然后你拖了时间久了 就整张保单就完全失效 就完全失效 但是呢 这个香港的富邦 你买五年期的这种保单 你至少缴满三年之后呢 后面遇到经济困难 你可以跟他申请保费假期 就休息一段时间再缴 比如说我休息两年 休息两年 然后两年之后呢 再继续缴 这样就行了 或者呢 宽限期 宽限期一般来讲是给一个月 就是说比如说你1月1号 是保单周年日 你照表你讲 1月1号又要缴钱了 但是呢 保险公司说呢 没关系啊 你可以在一个月之内 到期之后 一个月之内 你缴交保费 这个都叫做准时缴交保费 他是这么说的 好 但是呢 你延长宽限期 就从原来一个月的宽限期 延长成三个月的宽限期 哎呀 这个是不是不一样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呃 转换售保单 天啊 这是人售保单 这是个人保单 这不是团体保单 那你王大明买了这张保单 本身 王大明 那被保险 写王大明 你还可以指定说呢 这个第二孙位的受保人 比如说呢 写泰坦 写泰坦 那就变成说呢 这张保单万一发生 呃 被保 原有了第一孙位的 被保险死亡之后 保单不会理赔 为什么不会理赔 因为第二孙位的被保险 阶梯进来 成为新的被保险人 哇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是新的创举 新的创举 它可以有很多的运用 如果说呢 你尤其是针对有那种 财富传承规划 或者是你没有读 没有小孩的那种人 这个有很多的操作手法呢 可以让你这张保单呢 发挥呢 照顾你自己的晚年生活 以及没有花用完的钱 可以指定给你 所心爱的人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家人 不管有没有跟你结婚 都可以做得到 都非常好 那另外呢 一张保单可以拆成好几张 分拆 就是把里面的现金价值啊 把它拆开来 拆开来变成两张 变成三张 这个呢 也是在传承方面呢 有非常非常好的运用 非常好的运用 好 那当然这个展开来讲呢 就讲很多 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了 好 这边再强调一下 保单呢 你若在台湾买来 当然在台湾 这边都有登记 对不对 台湾的国税局呢 有一个财产总归户 所以呢 你只要是在台湾境内的 这个任何寄民的资产 国税局寄的兵 也要清楚 但是你如果买的是香港保单 或者是香港银行那边有开户 台湾这边是掌握不到 台湾的国税局 只能掌握台湾境内的资产 台湾境外的 它是完全掌握不到 没有办法 当然了 现在就是 这个新加坡 英国 澳洲 跟日本 我们这几个地方 是有签这个税务交换协议 这个例外 其他地方 我们都是拿不到 我们拿不到资料 好 那保险理赔金几付 这个相关的税金 当然有人跟我问说 哎呀 你这个香港保单 算是境外保单 境外保单 没有得到台湾的政府的承认 所以说呢 你这个死亡理赔金 也没有税法上的任何优惠 好 那又怎么样呢 你现在台湾国税局 他对于受险保单 他都是这个叫 实质课税原则 对不对 尤其对有钱人来讲 法官都认为 你那么有钱 你干嘛要把保险 保险原来 他的用意就是要照顾说 万一家庭经济支出 提早离世的话 这个家庭会承受不了 是要来照顾这个家人的嘛 那你就好几千万 好几个亿 几十个亿的 那你还买保险干嘛 你分明就是要避税嘛 是不是 他不给你避 他就不给你避 对啊 没错 你资产一个亿以上的话 那挂掉就挂掉了 你小孩子继承 你不要跟我说 这个 财产一个亿 小孩还没办法读书 那老婆活不下去 没这回事嘛 是不是 对有钱人来讲 就不是这样 好 所以呢 台湾保单在这个 结税也好 或者传承功能方面 是完全上 是没办法 对啊 那你就算是境外保单 没有这个功能 就没这个功能了 反正你台湾保单 也一样没有 对不对 还不是一样 OK 好 那这边来讲呢 它有很多的功能 可供实用 今天我就不展开讲 总之 你要记住 就是说跟台湾的这个税务 债务跟这个是完全隔离的不一样 因为它是有比较高的隐秘性 保费融资这个很棒 尤其现在呢 开始进入这个降息的周期了 那利率倒过了 这个状况很快就会改善回来 就变成是正常化 利率正常化 也就是短年期 短期的这个利率呢 会比较低 长期的利率会比较高 会是这种状况 而如果是这样 就给我们很好的套利机会 怎么套利呢 我们去跟银行借钱 每个月借一次 自动续约了 每个月借一次 所以呢 你借的钱是短期利率 对不对 因为一个月而已嘛 短期利率 比较低 OK 那保险公司 大概都是长期利率啊 对不对 保险公司的钱 是长期利率 把银行借来的钱呢 去买保险 保险公司给你比较高的利率 这中间的价差 就是你赚 比如说你自己准备200万 200万港币 你自己准备 跟银行借800万 那比如说利率呢 跟银行借2 然后呢 把它投到保险公司去 保险公司呢 承诺给你大于等于4 那中间呢 这个价差2% 就是你赚 当然这个有风险 这毕竟不是没风的 保险公司给你的 承诺的利率呢 这个基本上比较确定 而且长期利率 相对来讲 本来也比较稳定 然后呢 这个银行这个贷款利率 由于是短期利率 一个月一次的 这种利率波动 上下波动非常厉害 风险在这个地方 好细节呢 我们再讲 这个部分呢 其实很多的有钱人 尤其比较做生意头脑的 这个企业家是很喜欢的 他们很喜欢借别人的钱来赚钱 借别人的钱来赚 他非常非常喜欢 好 那有兴趣的 我们再稍后做更深入的研究 好 那这个运转 刚刚已经稍微讲过了 那这个短期利率呢 就会上下波动非常大 你们看 哦 这个突然上去又下 上去又下来 好 这就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好 那另外呢 台湾的金管会呢 对储蓄显示什么样态度 他就不鼓励啊 中国大陆那边也是一样 他就说呢保险要信保 所以不喜欢你存 就把它当做存钱的工具 他也不喜欢你把它当做投资的工具 他就认为保险就是保险 保险就拿来做那种低保费高保障 提供保障作用的这种金融商品 台湾金管会也是这样 所以呢 全世界啊 储蓄显 最好的在哪边呢 就是香港 没有啦 欧美国家也不存钱啊 他们也没有什么储蓄显啊 欧美还有包括新加坡都是 要嘛就低保费高保障 要嘛就投资性质的保单 就这样子就没了 他没有那种叫做什么储蓄显 没 基本上不太发展这样的保单 因为那种观念思维不一样 他所以他 这个保险工在设计保单的时候 他就不会设计这种保单出来 唯一例外就是香港 因为香港的保监局不会管这个事情 就是说 你要设计什么样的保单 那是你保险公司的事 他不过问 他管理的是呢 你的这个财务 包括该提拨的准备金啊 各种的责任额啊等等 这些你要准备好 然后在销售的时候呢 要跟客户讲清楚 不要搞出一堆纠纷来 不要去骗客户 不要去误导客户 这样就行 那至于你要做什么样的保单 这个保监局不管这个 不一样 所以呢 这种储蓄保单呢 就是在香港才有 而且呢 做得蛮好的 因为亚洲人呢 很喜欢存钱 所以都跑到香港去买储蓄保单的 好 那你说这个境外保单 有人说 哎呀境外保单是非法的 非法的 非法个头了 非法 太好笑了 台湾自己也在卖OIU OIU是怎么样 这种保单是要卖给非台湾人 台湾自己也卖境外保单 然后他跟你讲说境外保单是非法的 那太好笑了 是不是 你把这种台湾的OIU保单 卖给日本 卖给韩国 卖给中国大陆 你去注册了没有 没有嘛 你也没有注册啊 讲了什么话 真是太好笑了 不过我可以理解了 本来就是这样嘛 你屁股坐在这个地方脑袋挖就是这么着想的 这没有错 这个也没错 只是台湾应该早点做 这个做得不好 好 所以呢 这个2014年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金管会的主委啊 就是规划 在当时的这个争民中 就规划 要拉陆克来买台湾保单 其实 我真的有做 16年17年的时候呢 我有介绍 大陆那边的客户 来买台湾的OIU 星光人寿的啊 好 地下保单无大风险 尽管会市井 对了 对了 他就这样 反正呢 你没有来台湾登记 你就叫做地下保单 只有台湾保单 才是地上的保单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是非常有趣啊 我呢 本身呢 出生长大在台湾 但是呢 我 分别呢 在中国大陆那边呢 用台湾证 我也去考他们的 保险业务员资格 然后呢 我有 在那边挂牌 有在卖过 内地的保单 然后有一段时间呢 我在香港 因为开公司的关系嘛 我就用 商业的 这个 商业投资移民的方式呢 我去拿到了 香港身份证 然后呢 我也去考了香港的 这个 相关 从业资格的 这个牌照 然后呢 我也在那边挂牌了 所以是蛮有趣的哦 两岸三地的这个保险呢 我都相对来讲都比较熟悉啊 然后我都有相关的牌照 然后呢 永远有人质疑我啊 包括说那时候这个星光人寿 对不对 大陆那边的这个客户也问说 哎 啊那 你说的什么国泰 什么星光 啊万一他倒了怎么办 万一他不给钱怎么办 万一什么什么怎么办 哈哈 是不是蛮有趣的 蛮好玩的 对不对 那台湾人买这个 呃 香港保单 也是问说 啊那他万一有帮倒了怎么办 保陈倒了怎么办 万一有纠纷怎么办 对不对 都是这种问题哦 非常有意思 不过呢 我也遇到有一些人呢 非常有国际观啊 就是说 他台湾人哦 然后呢 他跑去香港买美元保单 然后呢 有一段时间呢 那个人民币呢 就是贬值啊 贬值得比较厉害一点 应该在2015年那个时间吧 结果呢 我有一些台湾朋友 他们从台北坐飞机 跑到深圳那边呢 就直接跑到人家银行里面 就去问说 哎你们有没有卖那个 呃 两三年或者五年之内的 那种储蓄保单 他就是要买人民币保单 就趁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呢 坐飞机到深圳 去买人民币保单 哈哈 有国际观的人 他是全球布局的 他不会说 我只买台币的资产 他不会要把这个风险呢 完全集中在台币资产上面 我觉得这个很正确 你今天做一个台湾人 你主要的资产是在台湾 以台币计价 你配置一些美金 这个再正常不过 这是很应该的事情嘛 这哪里有不对的 香港那边呢 有一段时间呢 因为人民币的利率比香港的更高 结果呢 香港人跑到深圳去开户呢 去存人民币 你说这哪里有什么不对 这很正常嘛 你当路那边的有钱人 满手的人民币 全部都人民币 你去买点美金 这有什么不对 这很正常啊 这很应该啊 这样在投资的角度 本来就是应该这么做 这哪里不对的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那你说金管会这样讲 对不对 我觉得也对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自己帮自己讲话嘛 对不对 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别人都不好 只有我的最好 这个好像没什么不对 财观金王会就是这样子 蛮有意思的 好 那你看到什么地下保单检举啊 什么 哪里有什么检举 你拜托啊 这个都是因为之前 这是比较多 大概在2014年之前 主要呢 是因为可能那时候 有一些人做投资性质的保单 就买香港保单 买那个sailing plan 它基本上是基金投资的这种保单 那种保单纠纷容易多 放在哪边都是纠纷多了 你台湾这边也是一样比较多了 对不对 你台湾这个医疗险 意外险 投资型保单的纠纷 一定会比这种储蓄保单多很多很多 包括台湾保单也是这样 那你今天如果说呢 台湾人跑到香港那边买的 主要是买储蓄险 你就很难有纠纷 很难 储蓄险非常难 没有什么纠纷 储蓄险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保障的性质 就是说 万一被保险挂掉理赔金并不多 这种状况 没有什么纠纷 这种要纠纷就很难 好 台湾这边呢 无论如何呢 是民主国家 享有言论自由啊 但是呢毕竟法律规定不可以销售 那当然我们不能销售 事实上我们也没办法销售啊 因为我们也没有香港的工作签证啊 然后也没有香港的牌照啊 是不是 那香港那边呢 保监局他也要求呢 你卖香港保单 你也要通过相关的考试 你要去那边登记 成为持牌人 他们叫持牌人 对啊 我们一般的台湾人 当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所以是没办法去卖你 你不能卖这个境外保单 不可以啊 不管就香港的法律来讲 也是不允许 就台湾的法律来讲 他也是不允许 所以这是不行的 但是呢 我们在那边研究 在那边讨论行不行 可以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讨论香港保单吗 我们可以讨论台湾保单 台湾的税保 家族办公室等等 但是我们不能销售 不能销售 这要遵守相关的法律啊 好 那香港保单的市场发展现况 2011年的台湾立法 禁止销售境外保单 对 然后2014年 香港那边停售 非常热卖的101投资型保单 15年的开始呢 那俊森啊 英识分通保单热卖 15年8月 香港冲域未来 友邦推出冲域未来 然后之后 2020年疫情之后 香港保单在财富传承 跟资产保全方面的功能 有非常大的突破跟创新 真的是不一样 差很多 好 那因为 这支影片主要是给 金融保险从业人员来参考的 那这个 是一个蓝海市场 有很大的商机在里面 包括 帮助客户呢 财务自由 因为客户买的 如果是台湾的保单的话呢 这种 富力的效果蛮差的 2%跟45% 那差很多 所以说 如果说啦 要追求财务自由的话 你说 做台铁的自强号 跟做高铁 那当然是不一样嘛 一个呢 利率就大概2点多 一个呢 最少456 逼近7 这怎么比啊 那当然不一样 没有追求财务自由 你当然利息稍微高一点 当然是好事 对不对 所以说过一定的保单 见诊之后呢 就发现呢 有一些比较老旧的保单 那不一定的 有一些利率也比较高 有一些利率真的就很差 那可以考虑呢 是不是 可以改来 把那些预算啊 拿来 改 投到这个 香港保单上面去 那还有可以利用 它的这个信托功能呢 然后来防止这个子孙败家 包括自己呢 老年时代被骗 这个都有很好的做 因为香港保单 有这个免费的类信托功能 非常好用 在传承方面 那药源保险 就是Keyman Insurance 或者是这个 给董事长总理 总经理重要的员工干部啊 给他们退休金 对不对 那这个 关于相关的规划呢 我们在内部的相关课程呢 有另外的规划 如果说有进一步兴趣的话呢 那就欢迎加入我们这个联盟顾问 然后呢 我们有提供啊 大部分的课程可能是免费的 那少部分的课程还是要收费 因为要聘请一些专业的讲师 这个费用就比较高 那因为 台湾这边你看哦 随便买一个房子 每一个人 只要有买房子 绝大部分就负债一两千万台币以上 对不对 是负债一两千万 他的保险有那么多吗 我问你 有吗 今天一家之主真的挂掉之后 他的保险理赔金 能够有一两千万吗 是不是绝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没有 对不对 那你说怎么办呢 他需不需要一个很低保费 很高保障的这种产品 来帮他承担万一那个风险 对不对 但你台湾保单真的做得到吗 很难 很难 包括台湾的定期 以前都很难做得到 是不是 那你说呢 买投资型保单自然费率 好像是OK 但是呢 它的内涵费用也太高了 就是台湾的投资型保单 它的内涵的费用也是太高了 所以呢 也不是非常好的工具了 好 那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呢 透过这种香港保单这个工具呢 去进步帮客户做一些规划跟建议 然后呢 能够满足客户的各种的财务需求 以及补上台湾保单所做不到的部分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那最后呢 有进一步兴趣的呢 欢迎加入我们这个顾问团队 一起来拓展国际金融南海市场 好 有进一步兴趣的呢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呢 填表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报告